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的古圣先贤的概念没有 您老人家这么多年在帮他们 我们看到和谐拯救危机那上面您老写的话 大灾难 迫在眉睫 您老说 浮情 就是您老人家趴在地上请大家 浮情 哎 请大家好好的回头改过 皆恶从善 都是这个话都说出来了 然后最后是您老人家还给大家磕头 有这个话 顶礼 这么多年过来了 今天我们讲啊 还剩下科学家讲26天 这个时候还在哭口婆心劝他们 那我们看到很多大众啊 面对这么慈悲啊 这么爱心的来帮助他们 他们还是怀疑 还是不相信 甚至呢 批评 毁谤 侮辱 我就说您老别生气 我们有时候替他们提这些问题啊 不问呢 他们也确实是 他们也想问 我们就想再请教您老啊 您老是一颗什么样的心呢 就是对大众 怎么能够受得了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 我们都理解不了 道成经上告诉我们的四十真相 宇宙 无量 跟我们确实是一体 一个自信 背信出来的 所以 同体大悲 无缘有大慈 无缘上没有条件 慈悲都是爱心 娱乐的爱心叫慈 说悲 悲有黎明性 实际上说 他们今天所表现的 他们今天所表现的 我们看起来是正常的 所以这是正常的 怎么是正常的 他们又接过神闲教育 这个表现就是正常的 如果现在所有神闲教育都没有了 他还能规规矩矩矩 那是圣人出世了 那不是凡人 就是您救了他们 帮了他们 他们还要 怨恨 还要毁忘 没错 这就是父母对待儿女 一种慈爱 而儿女反过来 对父母不满 你给我的还不够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说教育多重要 中国只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历过千万年 到今天还不说爱 原因就是教育 没有别的 所以外国人说 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 这个话是一点都没说错 这我们可以给他肯定 师父我们也体会到 在现实这个社会学佛也很难 对 刚才看了您老的这个开始 很多人感慨 现在你不帮他 他说你不慈悲 对 你救他了 他说你造谣 他说你在这散布恐怖 没错 这个怎么 怎么做呢 没错 我们只有少说话多做事 我们的说话就是讲经 在讲经当中透一些消息 问题你能听懂 你就明白 好难啊 师父 又要救他们 对 是难 是难 尽心尽力 功德就圆满了 不用效果 这是佛说的 师父是不是那个效果 那个结果是他们的福报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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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请教您老 就是看一个人 一个家庭 一个社会 或者一个国家 他的福报还有没有 有没有前途 怎么来判断呢 看德行 看德行 看家庭的时候看后代 看后代 看主席 那就肯定 主席记得 自己也能断我修审 儿女教得很好 这家庭决定有前途 不是说有多少钱 地位多高 那个不可靠 未必是有前途 对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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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命中有的 前世修的 对前世修的 前世修的 这一生要不继续修 他得佛报 但是一生就保进了 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不能不知道修福 修福太重要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 他不相信有来世 不相信 对啊 他认为人只有这一生的 人死无灯 如灯灭了 什么都没有了 对 他什么都尴尬 拼命享乐 对 还有很多的家长啊 也有想法 他们也爱孩子 他们的方向就是 哪个国家发达 哪个国家强大 就往那些西方国家去送 他们听到2012也挺甘心 也不知道怎么办 听您老讲 最安全的地方是中国 对 这种这么有的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 有些国家很缺德 那个地方岂不是很不安全吗 不安全 对 我走了很多地方 我们 请教到这的时候啊 大众的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从这个 应该说这两年吧 嗯 凡是经常在网络上 听您老 尖叫的 都有一个感受 您常常在 劝大家 透露一些信息 恶有恶报 对 小心灾难 对 那么 灾难的根源 嗯 就是听您老讲 第一个就是 全世界 丧失了 伦理道德和英国 宗教 教育 对 但是您知道 现代人呢 我们 都听不懂这些话了 啊 什么人 对 伦理道德和英国 这些什么意思啊 灾难发生之后 是有大灾难 我们每次听到的 都是什么呢 告诉给我们的 科学分析报告 地质变化 天气变化 都是科学家出来了 对 啊 所以我们 根本就 不承认也不能接受 灾难是和伦理道德连在 跟他的造成的 对 啊 那个是唯心主义 典型的唯心主义 没错 所以说 您老子史之中 一直在讲这个 现在人 要想分析这个灾难的根源 他很难解释 他分析不出来 分析不出来 他解决不出来 对 原因在哪里 他不懂得 唯心更唯有五十一 不少 那么这四百年的科学 现在只是科学家承认的 科学家说出来的 他说我们走了 最大的一个误区 就是八十二分法 二分法是错误的 就是唯心是唯心 对对 不错不错 实际上现在发现了 物质从哪里 念头变现出来 任何物质 里头都有一粒 再小的物质 一粒成沙 所以说 这物质是 为什么我们 我们说 意思他能懂 他能看 他能听 他有意思吗 他有念头在里头吗 画一个新的形状给水看 水就出现 像心一样的结晶 人心的力量如此强大 可以和谐一个世界 也可以毁灭一个世界 在这项科学实验的影响下 许多人开始进行 另一项实验 就是用感恩和祝福的信念 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分子结构 来改变周围的物质结构 2003年7月25号 江本胜博士 将一瓶东京的自来水 放在办公桌上 并且拍摄下来 他的结晶状况 可以说非常的丑陋和扭曲 然后打电话 给几千公里之外的 200多人 试验开始 这些人于是 对着东京的方向 以爱和感恩 这样最美好的信念 为几千公里之外的 这瓶水 祝福 结果原来惨不忍睹的 这瓶东京自来水 竟然完全改变了结晶的形状 变成了这副样子 人类伟大的爱心 不但可以超越时间 还可以超越空间 这个实验报告 在联合国放映时 许多观众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天地万物是能够和谐相处的 前提一定是人心要改变 只要人心变得美好善良 人类恢复伦理道德 人们坚信一切灾难和不幸都能化解 只要是物质一定有念头 为什么 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 根源是 你说有念头没有物质还可以讲得通 有物质没有念头也讲不通 水实验就证明 对 这一杯水它就是有变化 随着念头变化 随着念头变化 不但是有任何物质现象 都随着念头起变化 这是最近三十年量子力学发现的 这个发现我们的确很高兴 因为我们以前在佛经上读的这个 虽然是佛说的不敢怀疑 佛不会说假话 没有见过妹子 想不通啊 几十年都想不通啊 看到科学报告 或者火热大火 你看佛三千年前讲的 最近三十年前 这个科学进步到现在 发现的真相 我看的是德国的普朗克 这个人一生专门研究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 原地被他击穿了 这真不容易啊 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对对对 所以他的报告是 根据他的这个研究 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物质是个假象幻象 它的基础是一年 我们现在对这个 才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佛经上只是说 这个境界是八地以上的世界 是啊 师父您说到这 佛在三千多年前 就告诉给我们这个宇宙人生真相 科学家现在经过三十年努力 证明出来是真的 那我们就问题就出来了 释迦牟尼佛 诸大菩萨 他们也没有科学一切 对他们不用科学 就是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说这桌子是活的 对 能看能听 对 见闻觉知他都有 对 他们是在定中 定中 对 所以他们用禅定 师父什么是禅定 禅定是心里头 什么念头都没有 就是禁 禁到极处 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外腿境界是动的 自然现象是动的 心里念头的现象也是动的 物质现象也是动的 只有近到极处 这个动的状况你全知道 讲得通啊 不是讲不通啊 能言尽成象 禁极光通大了 近到极处就放光 什么都知道 这个得受用 科学是借用科学的仪器观察的 不是自己直接看到的 所以科学家不得其用 佛得其用 师父人们在看到佛经啊 包括您老讲经的时候 听到很多的这个教导啊 我们过去认为那是神话嘛 这个人的自性有这种能力 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能够天眼透 天耳冲 看这些都是透明的 我们那会儿不相信 现在就是从理论上是讲得通的 这个能力 那个本能 本来就有 本来就很圆满 所以佛没别的 佛教帮助我们 就是恢复本能 师父 人哪 所有的人哪 这叶指挡着他 什么都看不见 对是 这是叫叶障 叶障 师父您说是什么障住了我们 妄想分别执着 这三大类 这细分 无量无别 归纳起来 三大类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这三大类 现在科学也讲这三样 信息 这叫信息 能量 能量是自然现象 信息是心里现象 物质现象 他也讲三大类 和佛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个心进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 一定要进 不进不行 所以心浮气躁 表面的东西都看不清楚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我跟张家大师在一起 张家大师看到我心不定 不跟我讲话 就看着我 我看着他 到七分钟之后 最长的时候半个多小时 定下来了 他在跟你讲 半个多小时不说话 不是话 因为你整个箭定下来 这个管用 所以他那种教学 在现在学校 学生都跑光了 师父啊 就是静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人自性里边的智慧 能力 都发出来 本来就有 是因为不定 不静 给他盖住了 不错 那按照您老的这个说法 现在科学家都不合格 这么看着他半个小时 十分钟他就走了 不 科学家他又定工 为什么他研究东西很细心 专注 几个小时 他甚至饭差谁都忘掉 那比一般人要净多了 对不错不错 那跟修禅店的人他差很远 但是这样说起来 他们学佛比较容易 容易 真的比较容易 所以他们现在承认 人有一种本能 根本不需要这些仪器都能看到 那本能 这讲的没错 所以现在我们的本能是掉了 为什么是掉 他们知道 就是前行动念分别之主 就死掉了 好像这些量子物理学家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对 就是物质分到最后的时候 是个念头 是扣的 美国的这个太空总署NASA 他们也说物质是不存在的 对 但是原理他不知道 发现了这个原理他不知道 不错不错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反省 这个大劫难 这么大的这个灾难 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对 念头 念头出 那灾难不是物质其变化吗 对啊 物质其变化是念头的指挥物质 这个变化如果是坏的变化 物质有坏的变化 对不错 好的变化就是极乐世界啊 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啊 好的 你每一个念头都是好的 没有一个念头是坏的 师傅那这样说起来 这个灾难的根源很简单 诗很简单 不复杂 不复杂了 就是这个物质坏了 原因是念头坏了 念头坏了 没错 就这个道理 就是你老常说人心坏了 对人心坏了 人心坏了就是因为 不懂得伦理道理因果 没错没错 把伦理都丢掉了 你说左传上有一句话 说的很有道理 人是常则妖心 妖门鬼怪出来了 社会就乱了 常是什么呢 就是无常 人亦理之心 你看现在真的失掉了 现在这个社会 不仁 不仁 不义 无理 无知 无信 所以这个社会上的妖魔鬼怪 这就讲社会乱了 我们发现 这个儒家的 我们古圣先生老祖宗的教导 和佛家是同的 人亦理之心 对 我们听到您老讲 人相对应的就是不杀 不杀 要不仁的就是杀人 对对是 然后是 义 义是不盗 不偷盗 对 离是不饮 男女 男女 不混乱 是理 智 是不迷 不迷糊 在用无戒里都不饮酒 不喝酒 对 智 信 是不妄语 是无戒 仁义 仁义理智信 这是我们儒家讲的 这是跟佛家讲的五戒 一个意思 杀盗淫妄酒 和佛家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真是他们也没见过 没见过面 没见过面 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 师父这也是远古的科学实验 证明这个人性是一个 同点 语言不同 意思一样 而且是惊人的一致 对对对不错 不错 师父啊 每个人如果都不仁不依 不理不知不信 对 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能量块 是负的能量块 科学家讲的 地球上有七十亿人 对 你就想想这个事情多麻烦 那么科学家还给我们一个信息 给我们一点希望 就是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总人口 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就算七十亿吧 七十亿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大概八千人 和不到一万 也就是说世界上真正有一万人回头 这世界都有救 很少的一部分 很少一部分 那个善的能量比物的能量大 所以说是这个邪不胜正 一万个人正的能量 七十亿的负的能量 他能够跟他递得出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 真正的大 真是为了 死性相隐 是信的 负面是跟信的相违背的 所以邪不胜正 这是真理 不管他邪得什么 他就什么人 再大的邪一点点正 他就不行 所以真理力量大 一次一次的实验 一次一次的证明 人心的力量真的不可思议 你如果还很难相信 我们再来看看 刚刚发生的这个新闻 我们再来看一下勇敢的奶奶 7号在英国城市北安普敦 一伙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 试图强行闯入一家珠宝店 进行抢劫时 一名老妇人挺身而出 靠手中仅有的武器手提包 击退了歹徒 整个过程恰好被一个路人拍了下来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伙黑衣歹徒正拿着铁锤 企图砸破这家珠宝店的展示窗 进行抢劫 就在这时 从远处忽然跑过来一名 身穿红色外套 手拿提包的老妇人 只见他挥舞着手机包 使劲拍打这伙歹徒 消臣的歹徒 显然被老人的勇气震慑住了 竟然没有还手 而是立刻跳上摩托车 落荒而逃 其中一个歹徒在方向中 甚至从车上摔了下来 老人追上去 又是一顿猛打 在文圈赶来的警察 和周围的路人的帮助下 这个歹徒被感情经过 事发后第二天 这位老人在接受当地 报纸采访时说 他看到歹徒 竟敢在众目睽破之下 企图抢劫 这让他很愤怒 所以便毫不犹豫地 冲了上去 请介绍 当时企图实施抢劫的 六名歹徒中 已经有四人被警方逮捕 而这位勇敢的合一老人 则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超级买赖 就这个新闻事件 我们可以请教科学家们 谁能解释得了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手无伏击之力 为什么可以打跑六个 身强力壮的歹徒呢 他没有力气 那么他靠的是什么呢 那六个歹徒害怕的又是什么呢 科学家们解释不了 但五千年前的中国古人 早就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邪不胜正 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靠的就是心中的那一股正气 这个心是纯粹的人爱 纯粹的正义 他的力量就太大太大 古人所谓大人大友 没有一点私心全是为别人好 才能叫大人 没有一点贪生怕死 真能舍己为人才能叫大友 正像孟子这部经典里所讲的 什么才是大友 反身自问 觉得不符合伦理道德 那么即使对一个贫贱的弱者 也不敢欺负 反身自问 如果觉得符合伦理道德 那么即使面对千军万马 也绝不退缩 这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浩然之气 他至大至刚 用正义和道德来培养他 不损害他 这个浩然正气 能充塞于天地之间 和这股气相匹配的 就是道德和仁义 但如果没有了道德仁义 这股气就没有了力量 像四书五经这些圣贤的教导 的确是人间的瑰宝 千万年之后 来解释现在科学家 都说不清楚的事件和新闻 人们听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这正是中华文明 对人类世界的巨大贡献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 面对这些新闻就应该有所觉悟 天地人间还是有真理存在的 自然规律 永不磨灭 恶人们即使再有钱 再强大 其实都不可怕 即使我们是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也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他们是邪恶的 人们应该相信 坏人是永远害怕好人的 这是天理 坏人也是一时糊涂 被欲望驱使 昧着良心在做坏事 他的人性和良心会让他不安 会让他常常恐惧 这就是邪不胜正的原理 因为人性本善 所以每个人原本都是正的善的 而邪恶是后天的污染 也就是狗不叫性乃千 邪不胜正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就是说每一个人邪恶的习气 都是可以去掉的 因为这些习气本来没有 而每一个人纯正纯善的本性 是可以恢复的 因为人性是本来就有的 所以邪不胜正更深的意思是 人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人性的 人都是能教的好的 这就是这么一个普通新闻 所能告诉我们的真理 人心的力量不可思议 您老人家在香港这个地方 讲经天天讲 一天四个小时 您老跟我们讲 从这个北到日本 对 韩国这一带 一直到下面的东南亚 没错 整个这个地区 对 所以不能完全保护 一定减轻 这个决定可以做得到的 把灾难减轻 原理就是邪不胜正 邪不胜正 这是真理 那要是多一些人来帮您 那更好 那更好 又多也好 又多也好 那是真正爱国 对 又多好 又多也好 所以我常常呼吁敬宗同学 也一定要念佛 念佛 对 要念佛要听见 心量要大 要能包容 思想要正面的 不要负面的 别人一天都会 嘴里灾难 心里灾难 我们把嘴里 心里都把它拔掉 不想那些 对 所以一般人 是造谣生死 说我讲灾难 我没讲过灾难 我们心里都没有灾难 这个科学家 他们讲了很多 也确实有很多人 向您老来提问题 这个不回答 那是确实是不可以 是 把您老的这个 讲大经节的光盘 用小电视的方式 或者这个MP3播放的方式 在家里面 在各个地方 都来播放 好 那么大家就想问 他和您老亲自在这里讲 这个作用啊 作用要差一点 哦 差一点 在现场讲 磁场不一样 哦 对 机器播放 和实际还是 对对对 他还是管用 实际他还是管用 就是能量紧轻 哦 我们记得在六年前 很多人那是第一次看到和谐拯救危机 第一部 2006年 在那个节目当中呢 您老就提到 所有的这些灾难当中 还有一个重大的根源 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对啊 那么 您老能不能就是到现在 再给我们大家慈悲开示 为什么 就科技发达 不是好事吗 科技有应用的人 如果科技这边发达 人力倒在那边去了 这人就变成 这个这个 失掉了真正健康 必须平衡发达 那个作用就大了 平衡发达 我左右两个帮子一样的 平衡发达 哦 现在等于这边没有了 对没有了 人力在这边没有了 那么这边的时候 发达的时候 挣扎一般众生的 坦诚之般 它挣扎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要到达保护点的时候 它会爆炸的 那就是大灾难 这化解灾难 确实就是要把这个 能力道德提起来 中国古人 有这种能力 有这个聪明智慧 无相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有高科技的能力 有有这个能力啊 那不走这个路子 知道这个路子 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 你走能力道的是稳健的一条路 这是什么原则呢 就是自然规律 人决定要依照自然的规律 违背自然规律 决定是有害的 那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时候 它就破坏自然规律 这是古人 从真正成灵人见到 你们现在是生产可以人能控制 会让到大量生产 用些化肥 用些这些东西 这都是违反自然的 但是它不健康 你看土地被染污了 水被染污了 现在已经相当程度的染污 大家有一点觉悟了 如果不改进 在十年之后 土地不能长东西了 那人类就 对对 问题就来了 对 你那个时候怎么办 你用人工 从前能够老实 能够相互相亿万年 你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想不到一千年 断此角色 对对对 你完全就毁掉了 据您老这么冷静的观察 人类的高科技 现在是不是已经 到了一个饱和点了 差不多了 快要到了 到了之后 就像亚特兰底斯一样 它就毁灭了 这上天不是苦 就是完全不受制约的 完全没有伦理道德 中国教育的这种高科技 对不起 会毁灭人类 其实人类是自己毁灭自己 对 不是老天毁灭的 谁自己毁灭自己 这是真的不是强的 老天是最慈悲的 老天不会害人 你自己害自己 那么我们说到伦理道德 这种教育 你老常跟我们讲 五轮 五常 四维八德 就这些 对 但是我们看西方人的历史 他没有 所以灾难过后 他们就想问 东方人 你们有中国文化 你们好恢复 对 我们怎么办 他们的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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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的伦理道德 英国教育 每一种 每一种 经典里就有了 每个新疆有的地方 其他宗教经典都有 你不是讲孝孙父母的时候 孝秦孙次 每一个宗教都讲 这根本的东西嘛 这个爱 爱什么 没有哪一个宗教不讲爱的 所以这个爱是 就统一成一切宗教了 我们其他的 那个神爱不爱人 爱人 那个神爱爱人 被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一个神不爱人 那么我们就换一句话来说 爱人的人就是神 那么他就细心就体会到了 人应该要爱人 也要爱你自己 也要爱别人了 推己接人了 这就是完全是正面的 为什么 大自然是爱人的 大自然的就是一个爱 符合自然的 对 不错不错 已经符合这个定律 那就完全是正面的 唯一被救错了 天天杀人放火 那只要被地狱 人 唐太宗都多地狱 好皇帝 为什么 夺取真权杀人太多 夺取真权杀人太多 后悔磨叽 多地狱才知道后悔磨叽 那时候太年轻了 出了大仗是十几岁 十六岁 就是小将军 我们看到有唐太宗附体的那个报告 对 他就忏悔 忏悔似的 您是您不是皇帝吗 我是皇帝呀 你皇帝怎么回去了 到无间地狱里 我到无间地狱去了 哎呀 父啊 您是皇帝呀 我是皇帝呀 我只要那台北 皇帝怎么能跑到地狱去呢 你以为皇帝不去地狱啊 哦 是这样啊 皇帝也要去地狱 皇帝也要去地狱啊 嗯 那黎智平他造了这么多业 应该的还是不 他到地狱去那里 杀人啊 哦 杀了哪里人啊 中国人啊 外国人啊 都杀了 都杀了啊 哦 他不知道啊 不知道的时候 他说 他讲得很清楚啊 文化可以同一国家的 不必用战争的 那文化可以同一 活法可以同一 活法可以同一 他那时候我不知道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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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正在收看的是 2012年特别节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 现在全世界都有一个现象 嗯 就是被附体的现象很多 啊 所谓灵鬼附体 附到一个人身上 开始讲 他从地狱到 从恶鬼到来的 如何如何 那么佛教的一些道场 嗯 比如说 这个 镜头宗的一些道场 也有这种情况 有 甚至一些 这个负责人 嗯 主事的人 对 他用这种办法 嗯 好像在度化人 嗯 哎 今天是什么鬼神来了 明天是什么什么人来了 啊 他要 这个超度冤亲战主 这个 占了大量的这个时间 对 所以人天天在跟鬼说话呀 对 我们 就看不大明白了 请教您老 这种现象 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 啊这是不正常 不正常 正常是偶尔 传递一个信息 偶尔 对 如果是很多 狙击在一块 这不正常 啊 这个就要小心 灵鬼来冒充 冒充啊 冒充 冒充 他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 你跟他说的话都很普通 为什么呢 程度不高 哦 哈哈哈哈 一听 一看 就晓得了 鬼神也有 啊 有武通 鬼神有武通 所以 不要相信这些 相信这些 很容易被鬼偏 人欺负你 鬼也欺负你 嗯 一定要相信 所以佛有四亿法 流传个后世 啊 第一个 一法 不一人 啊 那鬼就更不能一了 啊 啊 被人骗了 那被鬼骗了 就知道冤枉不冤枉了 那比人道低啊 对 那比人道低啊 一法不一人 啊 法是经典 经典 对 经典里面还假的 还伪造的 啊 所以经典 一定要以大藏经里得有的 入藏 入藏的 有入藏 那个很不容易 那是要经过那一代 高僧大德的审查 认为可以 做个皇帝 皇帝批准才能入藏 入藏是非常难的 嗯 经过大德 对 不错 坚定的 哎 所以那就可靠 啊 越古就越可靠 那中国这个藏经 最后第一步就是乾隆 乾隆 确实不少有高僧大德 是 我们看到的留下的这著作 那的确是真实 啊 所以他们审查的 不会做 清隆以后就不清隆 就这样没有人了 那现在说 现在人自己写的东西太入藏了 所以李老师就提醒我 看看 过去老的藏经末落的有没有 如果没有 你别看了 自己编的不行 对 现在没人管了 从前皇上把关了 佛教是皇上管的 把皇上管的 入藏要皇上批准的 甚至批准 没有甚至入不了藏 那要是伪造的就得杀头了 那当然 那个最重啊 所以这个事 现在没人管 什么东西都往藏经里放 所以就不可靠 要看古藏经末落 至少是乾隆 乾隆以前的 对以前的 藏经好像中国自古以来到 乾隆好像有三十亿种 哦 对 这都可以依据 都可以依据 嗯 所以没有入藏的 也现代人的住所 那就要很小心 很谨慎 为什么 他虽然是好心 他没有见到 他没有达到那么紧紧 而如果说错了 那就误导人了 总理老师教育 要以古著为主 古都看不懂了 找惊人 就看那两句 看他怎么怎么解释的 做个参考 哎 一切都要以古著 以古人的 这可靠 信而好 对 古人的东西是经过 你说越古 他经过的时间一长 是 多少人看过 那都没有问题 就传下来 那么师傅这个附体的这种情况 偶尔的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偶尔是 你比如说 我们印四国全书 这印全书之药 唐太宗的附体来了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编的这个书 真是奇怪了 样本书 那一天送来 我在澳洲寄来了 寄来我们打开一看 就这套东西 是 我们展开了摆在桌子上 七八个人围着看 突然 这个误人法司的妹妹 那天他也在场 就负责他身上 突然他跪下来 对 他说我是李世民 哎呦 唐太宗 来了 请坐 他不坐 他就跪在地下 直说几句话 就做了 一会再没消息 这就是真的 是 啊 突然来感恩 因为这一印这部书 他离开地狱 哎呦 他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的是 这个书将来可以救全世界 我们印这个书 又想到翻外国文 他这一提醒出来 哦 能救全世界 所以我立刻就动了心的手 又把它翻成外国文 嗯 那第一个就翻成英文 英文 嗯 这就是他提醒的 他也不提醒 我们怎么会想到 可以做参考 嗯 这句话重要啊 它能救全世界啊 嗯 这一个提醒之后 我就要向全世界介绍啊 以前没有这个念头啊 所以这是真的 这套书来历还跟这个附体还有关系 有关系啊 唐太宗亲自跟您讲 我们也不是为他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鬼事情 我们只晓得有这一本好书 你看他在深圳附体的时候 他不是说过吗 啊 我有好东西啊 可惜没传下来啊 就是指的 哦 好东西没传下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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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东西也没有传下来啊 群叔之药 对 这是他的好东西 他的宝啊 他治国治宝啊 啊 被日本人带走了 在日本那个里面一千年了 啊 中国释传一千年了 到嘉庆年这个里面 日本跟皇帝送礼物才有这套书 啊 但是嘉庆不重持这个 为什么呢 为是盛世啊 清朝的盛世不亚于 都正观了 不亚于 随即没有重视他 一直到民国初年 被一些专家修正 商务院书馆 结果商务院书馆把他翻译 翻译了两次 啊 这两个本子你看 太稀有了 啊 经过军法割据中日战争 文化大革命 还能保存 是 不可思议 祖宗之得了 是吧 连终本子我都得到了 所以我立刻就叫个世界数据 赶快一 我都没看 就翻了几页 就送到这个世界数据 啊 我就跟他讲 一万桃 一万桃 对 啊这样子就不会是这样 现在就是中文版英文版都有了 都有了 我们听说有的那个国家政要领导人 首部世界 首部世界 对 真喜欢 真喜欢 真正有智慧 所以我们 我们真的他心里特别感恩您老 是 就您老 您老说我们都不知道有 对不错 世界上有这样的书啊 我原先是小的 因为我看过一本书 是里面的一段 他不是全编的 是诸子之药 世界书就出版了 我看过他这个书 所以我知道 他那个书上有介绍 这是全书之药最后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晓得有这么一个书名字 但是找不到 反而问世界书他不知道 商务运数他都不知道 人生太久了 所以那个时候印的两版 我估计唯一版大概是一千册 经过将近九十年的时间 这个一一一千套散开了 就没有了 中国这么大地方 就毁掉了 这古东也都毁掉了 还有漏王之鱼 用了两三套 可我们找到了 祝宗 这祝宗保佑 师父我们看历史书 发现历朝历代都很注重了 玉兆 比如说这个地方出现什么了 是雄兆 那个地方出现什么 是瑞兆 对 是国运昌隆 世界 世界运起的这个昌隆的表现 没错 我们想请教您老 这套书出现 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吧 玉兆 郝兆 郝兆 神律师 我看到非常坏事 不是无缘无故出现 绝不是无缘无故 不会早十年也不会晚 不会 不会 这是国运将新的时候 师父 现在我们这个访谈 谈的是还剩二十六天 大家就问那个十二月二十一号大劫难 我看没问题 不要放在心上 可以预防 但是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瑞兆也出现了 对啊 所以现在 我听说中央党校 把这个放在主要课程 这种事啊 这是好诏图 好诏图啊 因为还有一本遗著 前面封面上第一面 有习仲勋老先生的题字 有我们见到过 有见到过 对 对 是 那个时候我看到过 那这个瑞兆出现在哪个地方 可能跟那个地方 有关系 直接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们常常听到全世界的专家学者 他们也认可这个话 他们也认可这个话 您老爷常讲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唐安比博士讲过这话 对 讲了 您老人家改动几个字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群书之要的世界 对 我错 那么这本书出来之后 唐太宗这么一说 我就晓得了 荒儿啊 大悟啊 这个世界要恢复到成平 就靠这个 所以 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二十一世纪 中国的文化 这就出现了 对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 十二年了 不 对 十二年了 才发现 开始了 对 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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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很多 怎么发现 没人接受过 现在这么多人在那 大家慌了 谁也看着 这真好 讲得真有道理 哦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报道 尤其是很多海洋上的争端特别多 很多国家派航空母舰 派各种各样的部队演习 走的还是一个相反的路 没错 没错 这个相反路 我相信慢慢会摔下去 为什么灾难太多 啊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固 你看现在灾难多少 新闻天天都都在报道 是 那这从前没有的 我过去在美国住了很多年了 十几年了 很少听说什么灾难 现在怎么会这么多 我住在美国的时候 十几年住在达拉斯 偶尔听到有个什么一两个龙卷后 现在一个月的时候有几百个龙卷后 这是吓唬人的 这是 师父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他们想问呢 人心 还是念头出问 念头啊 念头越来越邪了 越来跟信德远离了 那当地人不相信宗教了 很多教堂 插牌子没有卖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卖 人心头来了 如此不下去了 所以东方人移民到美国 是的 都买教堂 因为买教堂 继续做宗教活动 不需要变更登记 很方便 师父我们说到灾难的根源 头一个是 人理道德因果的教育 丧失了 而且是一两百年 第二个呢就是高科技 第三个您老常讲 就是人们价值观错了 没错 善恶是非没错的标准 没有了 混乱了 我们看过有一部纪录片 是在全国播放 叫大国崛起 它里边介绍了很多西方国家 强国 他们是怎么崛起的 那么看了之后啊 大家有个感受 比如说像这个英国 美国法国德国 这些国家 他们的这个崛起 没有一个不是靠侵略 靠殖民 甚至当海盗 当土匪 来发家的 越来越多的人 前赴后继的 加入到海外掠夺和贸易的行列中 为了实施自由贸易政策 英国用武力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打开了大门 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太阳不落的地国 在这个帝国里 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逐渐形成 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曾这样描述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 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民区 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 秘鲁送来白银 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文敦 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 我们的咖啡 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 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 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如果说这个崛起是可以学习啊 那我们要学这样的崛起 就是像土匪学习 像海盗学习嘛 这个价值观我们很担心的 这个价值观是错误的 你看它崛起能够起多少年 昙花已现了 也有像中国 五千多年的国家还存在 还是大一头 所以欧洲有一些真正做学问的人 他对这个问题深入啊 二战之前 这些人认真研究中国 为什么它还能存在 世界上四个古老的文明 三个都消失了 中国什么理由存在 研究最后的结论 可能是中国人 重视家庭教育 这个话是南昆大的教务长 我们有一天在一起吃饭 校长请客 他做配 他告诉我的 我告诉他的是 我说完全正确 中国历代是靠家庭 但是今天中国家庭没有了 中国是大家庭的 到家庭是社会组织 社会行为 如果你看一个家 上上下下 五代同堂 一般差不多都是 接近三百人家 那团体生活 团体没有规矩 那就瓦解了 是 那就家破人亡了 所以家就是个小心的国 会治家就会治国 放大就是了嘛 所以齐家治国 每一个家都叫好了 都整齐了 所以固军为私干了 真教太平天子 垂拱而至 都被家叫好了 所以家对中国社会 是多么大的贡献 啊 抗战胜利 中国的家没有了 抗战之前有 我抗战之前十岁 我记得就很清楚 我的家没有了 我住在我姑妈的家里 我父亲的姐姐 是 哎呀 他们那个大家庭还在 手里十个没分家 所以我还看到大家庭 啊 那时候他们家里也败了 大概还有将近两百人 一家人两百人 对爱还有将近两百人 已经败了 那要是正常状态 人就 正常状态是普通一半 应该三百人 人定兴旺的五一百人 这很正常 那么家庭保持这种状态 对这个民族啊 对这个国家有很大好处 很大好处 因为你家自己要是长不住的时候 你家就家破人 所以家的规矩 还非常严格 比法律严格的多了 是 而且家从小 由于出生 你一懂事 父母就教你 你要为整个家庭负责 你是为这个家来的 一定要修好 长大之后 要维护这个家庭 容忠耀处 光大门美 这叫有出息 啊 所以他的念头 他不会为私人 不会为过人 所以他很容易扩大 啊 所以从家就马上就叫爱过 哦 有基础啊 有基础 他这放大一点点就是爱过 这就有根基嘛 他很少是替自己设向的很少 师父您知道这个社会啊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 现在一个家庭一个孩子 对 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啊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嗯 外公外婆六个大人 对 自觉的去伺候这个孩子 对 交给他的都是你们必须得爱我 不错 不是我爱你们 嗯 所以说他 他再怎么扩大他还是自私自己 走到哪里都是这样 不错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啊 中国国内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十年之后也会爆发 各位观众 我们记得在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呢 我们就常常在报纸和杂志上 电视里边也常常看到有一句话 今天的孩子呀是小皇帝小公主 那么二十多年过去了 告诉各位 小公主小皇帝长大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真的皇帝了 啊 变成了啊 来要我们命的 但是我这个母亲呢 就失去了做母亲的尊严 当时呢我就为了不让她看电视 我就给我的女儿跪下了 我就说妈妈求你 你别看电视了 当时给她跪下去 那一刻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不情愿 因为因为这个长辈给小辈 那个人跪下以后呢 要折瘦的 折这个孩子的瘦 当时呢 当时呢我就跪下来了 但是我的女儿 丝毫不顾忌我 她不想到妈妈为什么要跪下 当时呢我就在那跪着 她就在那看电视 我就跪在她的旁边 后来我看她 无动于衷 我就给她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 我说女儿啊 你是要电视啊 你还是要妈妈 妈妈需要你回答一句话 当时我的女儿就回答了 就说妈妈 我要电视 我不要妈妈 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伤心 她就说那个 你们早死吧 死了以后呢 我自己住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就属于我了 就没有人管我 我就自由了 这个母亲呢就跟这个儿子就说 那个网吧呢就说的不太好 那个地方呢什么人都有 孩子你不要到那个地方去 这个她的儿子呢就跟她就说了 妈妈我就要去 你可以出去溜湾 我就可以去网吧 妈妈你还要给我钱 后来她的妈妈就说 我今天不能给你钱 那个地方不能去啊 舞厅 网吧都不能去的地方 我不能给你 当时呢这个儿子呢就说的 你我跟你是平等的 你不给我 你知道吗 我就可以打你 十几岁了 十三岁 然后就给了她妈妈三个耳光 然后呢她就说了 我不跟你交朋友了 大四的学生 首先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省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要加薪故意杀人一案 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定审理并宣判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 耀家欣死刑 耀家欣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 手段特别残忍 情节特别恶劣 受罪行极其严重 虽系出犯偶犯 并有自首情节 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故意杀人罪犯耀家欣 今天在陕西省西安市 被依法罪行死刑 从小到大我生活几乎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练琴 妈妈妈陪我练琴 小的时候每周练琴妈妈为了练琴妈妈都会打我 妈妈为了不让我以学习压力作业多 为借口就是回到家先弹琴 弹完琴才能写作业 我害怕作业写不完 小学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会离开座位 我就一直在赶着写家庭作业 有一段时间爸爸看我的成绩不好 没有努力学习把我关在地下室里面 除了吃饭能上楼以外 其他时间都在地下室里待着 我觉得看不到希望 天天压力特别大 我经常想自杀 我上了大学 我想让他们被我骄傲 我在课一时间就会 叫孩子上弹琴 大二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 除了学习以外 练琴的时间都在教孩子到处乱 就是每个地方 这个教完教那个 每天晚上 经常都是快十一点才回到家 周末 周六 周日也在外面 寒暑假也在外面上课 我大二的时候 学习压力也大 然后教孩子 学琴也比较累一些 我们看到你给他钱 你给他车 你家里有钱 有权利 最后怎么样 他在外面杀人呢 什么原因呢 你教的 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做人 你看看 民主 平等 自由 开放 民主 平等 自由 开放 这个家里面给孩子了 他们家的女儿就开始自由了 晚上偷偷跑出去了 去哪里呢 到网吧 夜不归宿啊 十年之后也会爆发 从现在起 十年之后 会爆发 现在这小孩差不多十几岁 十年之后他们二三十岁 师傅 我们看到很多的家长啊 上台忏悔 他们是给自己的女儿跪下来 他们的孩子是打父母 这些新闻随处可见 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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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江苏南京啊 说发生了论匪夷所思的这么一幕 说由于十四岁的女儿 当街连山父亲是十余个耳光 这全把脚踢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啊 这当爸爸他一直没还手 也没有生气 哎呀 这这 这真不忍心看下去啊 眼前打人的女孩叫小静 今年十四岁 来自安徽富阳 被打的中年男子是小静的父亲 面对小静的拳打脚踢 他不躲不闪 也不还手 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这么一个小皇帝 都有这么一个小炸弹 不错 不错 这个问题很严重 师父那怎么办呢 那他已经是这样的了 一行话 对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总是看上天怎么解决了 这不是人的事情 人没有能力 没有任何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您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人已经走到了 人无能为力 不错 不能自救了 在今天的世界 只有伊斯兰鼓励声音 所以从前黄念祖老主持告诉我 伊斯兰可能将来统一全世界 他人口最多 他的人口 如果能够超过整个人口的时候一半 他就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团结 那地球上其他的这些人怎么办 他是一个族 就是你的一半 其他的你要连的时候不太容易 他是一个族群 因为他团结 所以他奖励声誉 中国古人好像也没有截止声誉的 对 没有截止 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需要人工 而是种甜点 以佛这话你没办法生成 随着儿女越多 工作人越多 师父我们谈到一个国家 大国也好 崛起也好 其实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他的领导人 对 我们发现现在全世界都在学大国崛起 都在学尖船利炮 比谁的武力强大 好像大家都是这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会造成整个世界会议 而那就是我们听说的 大灾难的时候来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 这世界上剩多少人呢 大概全世界只剩十几亿人 十二三亿 像中国人 所以这个民主制度 我是一直不存在的 师父我们现在就讲这个灾难的根源 其中一个就谈到影响国家命运 决定命运的是国家领导人 他们的价值观是竞争 西方价值观弱肉强食 还有什么呢 就是民主的 平等的自由的 现在领导人全世界都是这个观念 不是这个观念 学您老 学孤生贤贤的 人民就把他选下去了 不让他当了 说这是独裁了 不能是人民选 不能是人民选 对 不能人民选 人民没有到那个程度 没有能力辨别写真是非 好人坏人分不清楚 为什么好人都不出来 什么人好人到街上上 我是好人你选我 这都丢人是什么出口啊 然后你就晓得 谁能够上街的时候 我是好人 谦虚是第一美德 对 害到要批评别人是坏人 自赞委的如我 是不是那这是傲慢人 麻烦多了里头来 海明念完 民进党立委就已经包抄主席台 麦克风抢成一团 换上手麦 王金廷在混乱中力尺镇定 继续一试 公党立委则排成人墙 立抗民进党立委 说时迟那时快民进党立委跳上主席台 上时间水杯亦是本齐飞 成为立委早就不顾形象开打 虽然国庆人数占优势 民进党立委一样用人海战术 将国庆立委往外推 被包夹的王金平就这样被推挤到议场外 会议也被破中断 瘫痪一整天 竟然举起拳头就朝另外一个人的头挥过去 也不管现场还在安 摄影主持人全程进去劝架 所以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人家问我 我都赞成皇上 我不赞成明珠 师父那问题出来了 如果说泛夫走卒普通老百姓 他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确实这样 比如咱们民主选举一万个人 一万个人一万个标准 一万个想法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么如果用帝制来说 中华民族那是几千年都是这样 那皇上是谁选出来的 大家要问呢 皇上他真正做了皇上做的好 老百姓都拥护他 那世世代在拥护他 做的不好了 就由人造反不得推翻 这中国世代不就是这样的吗 是 那就被人推翻了 所以皇上不好当 那个开阔的军王定下来制度都是好的 都是为人民的 你不为人民 上一代怎么王的 你是唐太宗 都有谁的王国 研究很深 他怎么王国的 那些弊病全部要改过来 老百姓才有苦的 不敢不改 不敢不改 所以他这样等明星啊 真爱明啊 真有那种人才啊 不敢不爱人民 那不敢不敢 那民主不敢 民主我不敢 他时间很短嘛 四年 他不负责任的 这皇上要负责任的 你不负责任的时候 你不行啊 所以他能够传十几代 传个几百年 你就下他的德行 为什么那么长时间 人民不反对他 人民是逼到 不能忍受才会造反 小小毛病 人民能忍受 谁愿意造反了 但是现在人也说呀 就是 那皇上的话 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不会 我们民主社会 我们想干什么 我们都不 那不行 这个社会是乱会 我们没有上轨道的社会 上轨道的社会 不是这样的 人民有自由 怎么会没有自由 但是皇上要不限制 人民自由 人民会造反的 它是有标准的 人理 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这是道 这是自然的法则 这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的 夫妻 夫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不是哪个人发明的 是 这个关系先要 搞清楚 搞明白了 然后他说 什么关系 我怎样建议我 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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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给他定出来了 皇上要爱人民 底下的人才会忠心 替你服务 为什么 你爱人 你要围着自私自利 你要围着过人享受 做见百姓 人家马上就会退烦 舞蹈婚军 就会退烦 所以说他的想法 他想 我要代世世代代 来做一个好的国家 把这个国家统治好 他就要他子子孙孙 要怎么学 如果他遵守祖宗的规矩 他不会忘围的 方中文先生告诉我 周朝 周公定的周礼 周礼是宪法了 治国的方法 他说那个定的好啊 大家全世界 一直到今天 任何一个国家宪法 比不上周礼 周家的子孙 世世代代都奉行的话 现在还是周朝 这就是周公成神人 孔子最佩服的 点点滴滴都为人民想到 那也就是说 有一种理想 这个王朝或者这个国家 可以万事不灭 理论上是完全可以 可以做到 真能做到 就是要代代不要改变 对 道道要代代要遵守 要遵守 确实是老主席的那一句话 但他是说出来没做到 全信全力为人民封 那就万代都不会改 所以中国帝王立法 的确就是这个精神 总精神 总精神 对 确确实实 是全心全力为人民 大公无私 师父要是做到这一点 这个人的德行 包括他大臣的德行 对 那都了不得 所以那个时候的德行 都是每一个家庭培养出来的 家庭培养出来 所以中国的这个 重视教育 皇上重视教育 是重视每一个人家庭教育 我们听您老讲 家庭教育的根是胎教 对 就是从他偷胆 到这个家族这一天起 对对 去怀孕的时候 你看怀孕的礼 孕妇 这十个月 思想要纯正 不能有邪念 目不识物色 而不听吟声 可恶不出傲言 真是要遵守啊 对不起吗 小孩所病的是真气 这个小孩生下就很好教 很好养 病的是真气 还要看三年 三年 不能看这东西 负面的 不能让他看见 不能让他听见 不可以让他接触 哪个大人都明显 都是规规矩矩的 为什么呢 做好保养给他看 师父 这要是能成为一种国家制度 在全国来落实 每个家庭 每个孕妇都这样做 从前都是这样的 家家都是这样的 你看家谱就晓得了 家谱就得有家规 所以说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家的教育 没有 通靠家了 五千年维持没有变的时候 就靠家 家没有了 这个好得了吗 这个我们都是闻所未闻 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看人老了 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是回老家去养老 你在外头谁伺候你 你回到老家伺候的人可多了 我说一定完备好多人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 2012年特别节目 大众最关心的答问